大家好 歡迎收看ET講股通 我是孫雲喜 今天點題是匯豐追詐沽 先講一下市場的情況 今天市場相當繁複 早段跌過 不久跌幅收窄 慢慢升回頭 午市升幅一度 擴大到近500點 最後回頭 最後全日升312點 收30,632點 成交沒有昨天那麼多 但也算不錯 有2675億 今天市場跌跌後 回頭多得 傳統經濟股 其中豪賭股 是最強的 以升幅計算是最強的 其中銀河娛樂升至8.9% 曾經一成有多的進帳 貢獻最大的就是 因為有幫 有幫 貢獻百多點升幅 加上本地經濟股 也是向好的 其中 看到新鴻基地產 都有5% 的加幅 升勢也不錯 只不過 傳統經濟股 向好同時 新經濟股 又弱了 跌回頭 騰訊 美團 都是下跌的 其中騰訊 跌0.9% 成為市 升幅不能夠 再擴大 反而又下回收窄的原因 所在 說回整個市形勢 今天市升了300點 開外 但是看起來整個大氣候 二成可能要整固 要繼續 暫時未必 一升上去 就重拾 重拾 升勢 反而繼續整固 可能成為比較大 原因可以從以下方面分析 首先 就是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圖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十年期國債知識 美國國債知識去到什麼水平呢 已經1.36又多了 昨天就一度逼近1.4 整個走勢就反覆向緊上 其實這個圖看到什麼呢 就形成了之前 形成了一個杯羽柄的走勢 杯羽柄當然是向好 已經突破升賣 好在 向好之餘 就叫做已經完成了 可能當升幅了 為什麼說債息 其實今期的iMoney的編輯 我提到這個點了 就是長息的啟示 長息上其實會對高估值 特別是增長股 動量股 不利的原因 一息一上 大家會覺得 這堆股份其實是太高了 估值太高 脫離了 結果就短期的盈利的支持 所以就通常對這些股份是不利的 結果就過這兩天 新經濟股就果然下跌了 看看這圖先 這個圖就是美國的新經濟股 組成為主的納斯打指數 其實已經就連跌 都是跌了兩天 上星期五講完 四十四個拍子 四十五講完 當晚 立資已經有點疲態了 昨天晚進步下跌了 一聲就跌三百幾點 兩個百分比有多 穿了兩十天線的走勢 明顯轉弱了 這個情況 大壓形勢當然是對港股不利 事實上香港的科技股亦是跟著回軟 剛才提到騰訊 騰訊之前似的形成小雙頂 這是其一 這是其二 似的形成小雙頂 接著再跌一跌 走勢進一步轉差 十天線已經失守 二十天線都沒有 所以見到新經濟股就弱了 這對港股本身是不大有利的 加上恆生指數自己本身的技術走勢 都有繼續整股的可能性 原因是這裡看到 今天曾經跌過後 十天線曾經失去 幸好十天線失而復得 沒有那麼差 但是總的形勢在過去幾天來說 都是一般的 因為很明顯看到形成一個 旗形 好一點就叫旗形 不好一點就形成一個下降通道 事實上這天就先形成一個 穿頭破腳 然後再調整兩三天 形成下降通道的可能性是大 情況之下 估計恆生指數繼續整股 整股多少呢 初步看 未至於很危險 相信二十天線附近應該找到支持 原因是新經濟股不行的同時 其實看到其他傳統經濟股走勢是不俗的 有機會就頂住 其實事實上 過去這兩天都是靠傳統經濟股頂住 以致股市就沒有 就磅磅磅落下去 因為你單看新經濟股 跌幅都比較厲害 其中美團 跌幅令人炸蝕 但是好在 頂住 譬如 今天頂住的就是銀魚 已經突破了之前的小雙頂 走勢轉好 至於新鴻基更加勁 這個完成的小園底之後 就磅磅衝上去 現在去到124元 走勢是挺凌厲的 由104元起步 磅磅聲 兩三日間 就已經去到了 三日間 就磅磅破了懸底項線之後 就去到124元 走勢是強的 當然不能不提 就 匯豐 點題是甚麼字 匯豐追渣顧 今天 匯豐公務業績 出來的業績 都叫做OK 整個公佈 就出來 曾經大眾的市 升了500點 不過後來 他又回落 升幅就收到兩毫子 0.4% 本來 升幅一度是6% 逼近50元 最後只有這樣的狀況 走勢就一般 那很多投資者 究竟匯豐怎樣 追渣顧策略 對市的影響如何 首先說回匯豐追渣顧策略 今天這件事 而高位回軟 當然感覺是不一般的 但為甚麼會這樣 一方面 跟市場之前預期的好東西 就有 有些預期好的 就沒有 可能多多少少 是影響到大家對他的觀感 預期好的東西 出現甚麼 就是派息 派回0.15美元 大約1港元 雖然不算很多 預計的息率只有兩年多 不算很豐厚 跟以前叫高息股的身份 就不多配合 只不過久刊逢金佬 舊他整年都派不到息 終於派回 也算好 但有些預期中就未出現 包括甚麼 第一 回購 本來大家都憧憬 會不會再次回購 但現在公佈了 短期來就不會有 中長期可能也會有 如果資金 就有資金 有沒有甚麼其他 迫切的資金的需求 可能也會回購 但短期說了沒有 短期沒有就夠頭尺 這也是令到匯豐 由高位回軟的原因 另外原因是甚麼 就是 這樣出來的成本效益的比率 是升了 沒有那麼好 成本是多了 成本是多了 效率沒有那麼高 這是令匯豐回軟 第三個 就是大家憧憬 會重回亞洲 暫時未有 這個亦多多少少 對匯豐的股份 有少少壓力在高位 出現獲利回吐壓力 就是這個原因 只不過追加股策略 匯豐如何呢 今天這樣的走勢 看到陰陽燭 出現一個長手的小陀螺 走勢如何呢 初步看 短線可能要先弄一弄 但是呢 仍然可以低位 有機會呢 就可以再扣一扣 再上 畢竟今天呢 暫時未公佈而已 有些事情 可能接著呢 接下來呢 管理層內陸續見記者呢 就會有比較好的公佈 包括什麼呢 最重要的 剛剛說了 就是 亞洲 重返亞洲策略 暫時未公佈 但是之前其實呢 外媒已經說到 都刺層層 又說一下 如何重返亞洲 主力 就會去新加坡等地的市場 又會去大灣區 會加強的部署 這是第一個 接著又說了 有幾個高層 都會調回來香港 整個說到刺層層 所以呢 是真的可能性很大 只不過今天呢 起碼我們進來做節目 這一刻 就暫時未見公佈 就一旦公佈 是消息層面 應該是支持到匯豐 就向好一點的 第一個 第二個 就已經 匯豐說了 制定了 就是一個長期派息的策略 這次派息之後呢 接下來呢 都有目標 是繼續派息下去的 當然 監管機構不阻頭阻勢 他就可以繼續做 這個也是有利 而第三個 有利就是技術走勢 他也是偏強 這裡見到 之前呢 就形成一個類似 這個可以當作一個 杯雨病的走勢 已經突破了 突破了 雖然今天升幅 都叫做 差不多完成了 杯雨病的走勢 但是呢 你看到的走勢呢 這陣子就上升了 加上 就剛才說的長期上升 其實對他本身來說 氣氛是有利的 所以總的情況 匯豐與匯匯 有機會再次向上 挑戰更加高的水平 這個是有利的 港股就不至於跌太多 剛才說了 不會跌太多 應該去到20天的時候支持 就跟匯豐是有關係的 加上剛才說的 其他傳統經濟股相信也有力 就繼續向上 所以呢 恆新指數 初步看 繼續調整 但是相信去到20天線 會否則會找到支持 再次慢慢慢慢向上 好了 這個講匯豐 和講大市的部份 就差不多了 現在有些時間 就跟大家研究一下 有什麼股票 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交流一下 看看操作如何應付 接下來的市況 第一個有興趣交流的 就是682 浩海 生物 科技 上網有多少 先弄一弄 浩海 這個 看技術走勢 其實反覆是向上緊的 只不過向上的動力就不像 是很強勁 即是比較慢的 反覆向上的形勢 中線來說 它是維持著 一浪高二浪走勢 但是 你說力度是多強 暫時 估計高位會有些阻力 因為 你見到它在升前浪頂 已經是要有力壓力 因為這下升穿的小雙頂後 順勢穿上去 但迫近這個已經是一個回緣 反映前浪頂的阻力 所謂看多少 初步看80元是有些阻力 這日試試下來之餘 第二日再整支音速來探 顯示高位其實回圖力不少 所以初步看都只看80元 暫時不應該看得太進取 畢竟最近對資源升得強的股份 不是太有利 升得多動力強 以致股值高的股份都不是太有利 所以短期內不要看太高 這類股份 這就是6826的看筷 1896 上網多少 這隻股份農曆年之後 就頻繁衝上去 曾經升得不錯 原因是跟內地的票房很強勁有關 個別的電影 有四五十億收入 李環英 升得很厲害 令到一大堆相關的劇院 相關的股份 都是能夠做好 貓眼原來是其中一隻 現在要看多少 是不是看多少呢 高位其實看到的高位是 這天 這天衝上去 迫近20元之後 明顯回軟 出現長手的陰燭 第二天曾經再嘗試 但也不能夠升上去 反映20元的水平 沽壓或回軟壓力是不小的 所以初步看 雖然今天 雖然很強勁 像是大洋燭 但是其實之前發覺它怎樣 之前一天 就異態一點 之前一天曾經 穿回前浪頂 穿回前浪頂 收在下面 今天也曾經低於昨天的低位 再次在前浪頂之下 曾經 所以顯示 其實高位 就 沽壓不少 所以以至 它的回吐下來的時候 是曾經穿過重要支持位 曾經穿過重要支持位 這不是一個好的印象 通常不是好的印象 顯示 其實它的走勢 升得來 壓力是大的 所以 初步看 前浪頂的阻力 仍然在這裡 相信 就會受制住 暫時 都是不適宜看太高住的短線 看看前浪頂的阻力 如何先 19.3 看著這個位置 另外 909 明雲圓還會跌嗎 明雲圓還會跌嗎 之前 其實我節目也說過幾次 我會整股 結果現在基本上都是整股 上上下下下 但都是整股的勢頭 這幾天就跌了下去 今天就要好一點 升了3% 它主要是跟著科技股的走勢 因為這個股份上市以來上升了很多 那麼 走勢是怎樣呢 現在 還會遣守住 上升鬼 20天線都曾經穿過下 現在基本上是宅住收市 這個情況 普通通 估計會繼續整股 是否會繼續跌 看看怎樣形容 繼續整股可能性 都很大 因為這陣子 剛才提到科技股是受 氣氛轉了弱 很多做雲業務相關的股份 其實都是受到影響 特別是阿里巴巴 當然它不止雲 有其他業務 但相關的股份 其實都是軟軟的 所以走勢繼續軟的可能性 都是大 重要的支持位 留意著 重要的支持位 就是這個位置 估計要反覆向下 繼續整股 試一下 大概是這些水平 50元以下 估計會下跌 如果跌得深一點 可能會去到45元 也不奇怪 總而言 要繼續整股 可能性是大一點 明遠雲 剛才那句 最近都是不理於之前 升多的股份 整個氣氛 是躍躍自己的技術走勢 亦都出現調整 所以有這樣的判斷 只保利協欣 相信 都是有些整固的可能性 其實看到今天 已經跌穿了 左條二十天線 而且 之前穿了前浪頂 之後 趁不趁衝上去 但現在已經 收回前浪頂之下 顯然出現一個整固 這個整固 是比較幅度 可能會多一點 又不是 之前 俗俗俗俗 調整一兩天 就上了 反覆 就向下 尋找支持 現在二十天線穿了 通常 一個比較深的調整 或者比較 具規模的調整 很多節目都講過 不止一次 就會向下 考驗前浪底的支持 用波浪理論來說 就很多時候 考驗四浪底 考慮四浪底的支持 這是其中一個說法 當然四浪二浪 都是叫做調整底 通常講四浪底 考慮四浪底 其實無論講前浪底也好 四浪底也好 都是這個位 這個位是多少 低位來說 兩個一毫多 其實福度 是相信比較大 當然 你說考驗是否真的 捉一捉 就不一定 但問題 方向 就是朝這個位 向這個位置走 所以今天兩個七毫七 相信還有調整空間 因為之前這些股份 炒得太厲害 太陽能 炒得飛沙走石 單是看這個圖 這個圖不是很長 因為幾個月的時間 都升了幾 就升了上去 很多倍 所以短線整股可能性 都是大 接著是1833 1833就是平安好醫生 其實業績出來之前 都還未賺到錢 只不過得到女股神 女股神 Cathy Wood 就買它 就薄薄聲 就升到飛起 但是這陣子 這陣子 或者這陣子 可能嚴重了 在英馬大 過去這兩天 女股神 自己都不行 因為她的基金 都持有股份 都這陣子 跌得比較多 因為很簡單 她是拿 科技股為主 所以她自己 現在都看 覺得整個形勢 她覺得一般 她都擔心 如果美國 長債資息 繼續上升 可能引發整個市場 出現一些 重股潮 重股潮 對股市 帶來風險 特別是提到 如果重股潮之下 一些 之前沒有盈利 即沒有錢賺的公司 可能受到大的壓力 當然 股值高的 也是受到壓力大 所以她自己都說 可能會先沽減一些 沒錢賺的股份 所以 平保 這陣子 約回來 也是有原因的 現在就下去了 今天就好些 要彈回1.9 原因是 跟她考驗了前浪頂的支持 因為這一刻 一衝上去 就慢慢抽穿前浪頂 就慢慢衝上去 現在已經抽穿了 所以 抽穿了 下來後 就要考驗前浪頂的支持 但是 估計 調整 可能還要繼續一下 重要的位置 都是前浪底 是比較重要的 前浪底 就是這個 向上墊墊 支住這個 100元左右 以至二十天線 這兩個水平 起碼都要試試二十天線 如果跌得深一點 可能還要試試前浪底的支持 因為她最大的支持動力 旅股神都好像說到 是很脅脅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 如果這隻股粉 可能因著旅股神發出一些 覺得脅脅的聲音 而受到影響 另一隻 碧桂圓 碧桂圓 反過來 是傳統經濟股 內地的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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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香港那麽威風 過去這兩天 香港的房地產是厲害很多 新地都不斷升上去 內地房地產 就OK 沒有什麽下跌 但是暫時還未見到 很明顯的上升動力 出來了 可以這樣看 這隻股份可以怎樣看 首先 她很接近前浪底的支持 所以再大跌的空間 風險 或者暫時不算太多 可以入媽媽 要看看你的風險承受能力 因為現在 剛才提及了 她很接近前浪底 甚至乎 也算是少少的密集底 因為這一次 兩次 三次 三次 在這個水平 都不穿 下跌風險 看起來 就不算太大 這個水平 大概9元左右 已經很接近9元 如果想入 不妨可以等 因為剛才說 港股行生空指數 可能還要回一回 還要繼續整股 如果繼續整股 可能這些股份 都會跟著 所以如果有興趣 就可以幫她 再迫近一些 前浪底 或者前密集底 先去吸納 它 就駁它 守得住 再彈 如果能夠彈穿 這個9元 這個小型密集區 其實已經形成了 小型密集區 要彈破 小型密集區 頂部 9.6 就更加正 可以這樣 駁它 搜得到 前浪底 支持 然後再彈穿 也是有些直駁率 將止蝕位 先放在9元 或者低一點 8.8 總之 現在接近重要支持位 所以直駁率 相對高 但是要嚴守止蝕 這是操作的參考方法 時間差不多 再說一隻 阿里巴巴 多錢可買 阿里巴巴 都叫做 一般運氣 因為之前 新經濟股好地地的時候 它就受到它自己的消息影響 特別是反壟斷等等的影響 猛的上不了市的影響 就不能夠跟其他經濟股 薄薄聲衝上去 到現在 這個反壟斷的消息 好像慢慢明朗之後 整個市場 整個新經濟走勢就變差了 所以 搞到它又要跟下去跌 所以 運氣都不太好 不知道是流年不利 總而言 什麼時候可以買呢 其實 單看阿里巴巴 現在自己本身的技術走勢 就不算太差 你可以怎樣理解 這裏其實是個堅 這裏是個頭 這裏也是堅 這裏也是堅 這裏的水平都是240元左右 甚至240元都可以考慮一下 因爲駁去形成頭肩底 指涉位就是放在這裏 就是頭部的水平 207左右 進取的可以這樣玩 不進取的就更穩健 這裏科技股都在下來了 暫時就不要急著 等整個科技股走勢定了先 算吧 或者等它再試240元 甚至乎這個水平 這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密集區 就是大概216元左右 這是另一區 可以考慮 只是大概在216元至240元之間 可以考慮一下 因爲之前升幅不多 股值不算貴 所以現在即時 新經濟股或者科技股 走勢是弱了 但是股值高的那些 是壓力會比較大 他相對相信 這個壓力就沒那麼大 所以如果有興趣 買在216元至240元之間 可以考慮一下 指涉位放在頭部水平 才是207元 就是這樣的操作方法 可以考慮一下 好了 講到這裏 時間都夠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